2024年巴黎奥运会羽球赛即将在7月27日开打 大马一共有8位选手参赛 分别是男单自由人李子佳 女单自由人吴景韦 国语男双谢苏组合 国语女双乐地组合 以及国语混双即位组合 当中除了李子佳和谢苏组合 其他选手都是首次上阵奥运会 这谁会有机会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根据大马羽球名秀拉西分析 男双谢定峰与苏伟毅以及男单李子佳 都是大马征牌甚至征金的人选 拉西说现在世界与谈的男单实力非常相近 虽然李子佳欠缺稳定性 但具备征金的质量 在拉西看来 李子佳在场上和体能方面的准备都已经做得差不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进行分析工作 和做好心理上的调整 至于在男双方面 拉西表示当初谢定峰与苏伟毅 在东京奥运会时还不算顶尖组合 因此没有承受太多的期待以及压力 可如今他们背负着万种期望 自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而要再次摘牌 拉西认为谢苏组合 除了得要加强他们的不足之处 让对手的分析出现偏差 还有的就是提升心理素质